全长10.8千米的狮子洋高铁隧道 施工人员克服复杂岩层的地质条件 成功实现顿购机水下精准对接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水下的高铁隧道 2018年9月23日 随着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的开通运营 中国内地44座车站 与香港西九龙站间开行了高速列车 然而在广深港高速铁路的 这141千米的路段上 却有着一个关键控制性工程 狮子洋隧道 这是世界上首座高速铁路水下顿购隧道 也是中国建成的首座最长的铁路水下隧道 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 这是狮子洋 这是东莞 看到了这个整个的海域 这就是狮子洋 狮子洋 这就是咱们地方看那个狮子洋 这叫狮子洋 我们的狮子洋的隧道 广深港高铁的狮子洋隧道 就从那边走到 从那边这样穿过来 就从这个地下转过来 对 从那地下转过来 它这边看到江面非常宽 大概有超过3300米 3300米 一个阳面的宽度 所以它这个水面 它的水鱼宽度是比较宽的 然后实际上除了我们这个以外 后面出了这个四条水鱼 后面还有两个河道 但是猪江的水系 一个是沙仔鱼 一个是小火鱼 那么这个三条水系 它都是一个大的一个水系 就控制了我整个隧道的设计 所以导致了 现在我们这个隧道 是国内最长的 国内最长的这个邓格隧道 它的邓格隧道的总长是 1049零米 就是10.49公里 那邓格隧道就是说 完全用邓格积绝的这个隧道 它就是9340米 这个一个邓格区间 9340米在国内 这是最长的 看着这么宽的阳面 在水下修建隧道 可以想象到 它的施工难度一定很大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在水面上 修建桥梁呢 它因为它这个行道 它的通行的宽度非常宽 如果你要在这里做桥的话 它的跨度要非常的大 那么跨度大了以后 如果太窄的桥 它就太柔了 所以的话呢 需要挪持它的跨度 那配置它的话呢 就必须要有相应的 比较宽的桥梁的结构 来跟它的钢度的匹配 然后呢 如果这样的话 那肯定它就要去做成 做成四线桥啊 或者是做成工铁核件啊 这种东西它才能够 打了它的那个钢度 如果要修建出能够满足高速铁路运行的高架桥 跨越狮子洋水域 那其造价也将是一笔不菲的费用 同时修建桥梁还会对周边城市规划 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时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啊 那个原铁道部 就是现在的总统是 对这个项目的进行来 一个专门的一个桥隧的认证 我们的隧道的线位就是这样过去 但是如果在我这个线位上做桥是不行的 因为做桥它对两岸的港口的影响太大 所以的话呢 它唯一呢 建设这个影响 它就把它需要熬到歪位去 那么的话呢 把港口全部熬开 熬开的话呢 它这个虽然对港口的影响 但是它因为它在奴隶上熬的线路长了 第二 对周边的这个规划呀 影响太大 对两岸 对东莞 对那边是原来是叫攀育 现在顺义南山了 对那边的影响 规划影响太大了 另外 如果选择了修建桥梁 绕行外围的话 也会影响到虎门站与庆盛站的站位设置 那么这两个站位 都有可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因此经过多方认证 最终确定了 在狮子羊水下 修建隧道 水下隧道或非水下隧道的两个的差别 水下隧道它不跟你给机会 你水下你一旦出事了 你就没办法去拯救 或者说去采取地面上的措施去处理 很难考虑 那完全只能用洞内 非常狭小的空间去处理 那样风险非常大 也处理其实非常困难 所以做任何事情 都要先把它抽化好 先做好设计 这个是水下或非水下的一个差别 那么这个隧道水下 有相对于一般的水下的差别 那么就是说它距离特别长 登钩要绝近 总共绝近的长度是9000多米 9000多米的话 按照一般的地铁的话 需要三台登钩分担分担地打 那我们就两个登钩就打过来 这是不可预见的 另外那个登钩 它绝近的距离越长 它是遇到的问题 可能就越多 它的绝近距离长 它的设备的保证了完好力 对吧 如何保证快速拼装 如何保证后续的施工的同步施工 这些都是去考验我们 设计和施工方面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种 然而 狮子羊隧道需要穿越小虎里 沙仔粒和狮子羊三条海洋水系 其中狮子羊水面宽3300米 水深达26.6米 在这样的水下进行顿钩施工 也给建设者带来了新的难题 一般的坐地铁 都是先挖一个 我们类似一个坑 老百姓看来是一个坑 我们学术叫做工作井 然后由一个井 推到另一个井里面去接受 那样的话 它可以保持设备的往好 采用顿钩法施工时 需要在隧道的始端和中端 开挖机坑或建造竖井 用作顿钩及其设备的 拼装和拆卸 遇到特别长的隧道 还要设置中间检修的工作井 可是 在狮子羊这3300米的羊面上 根本不可能去打工作井 所以当时我们 实际上我们做了两个技术方案 一个技术方案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按照传统的技术 按照传统的技术来做这个 那么就需要在这里设一个井 在这个火门岗这个井 然后在那边的水域 在那边的水域那里设一个井 然后两个井把它分担来打 这是传统的技术 就是传统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 工程技术 但是我们这个项目 当时我们考虑到 它这些 那个港口非常防茫 或者两边都是这样 它不可能跟你给用地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我们就创新性地就提出来了 我不设井 我就从两个灯口 从灯口从两头下去 然后打打打 打到这个阳边下面 灯口就把它解体 然后把它拆出来 由于周边环境的影响 石子洋隧道的顿口施工 不能按照传统的方法去作业 因此设计人员创新性地 舍去工作井 同时在两岸 采用四台顿口机 同时相向施工 总共是四台顿口机 相当于一台顿口机 总共是10.8公里 一台顿口机单机 推积要较5公里 所以对当时来讲 比如地铁 你像其他的地铁隧道 或者其他一般情况下 两公里左右是比较常见的 单机推积5公里 就是从当时来讲 也是长距离 因为顿口机 是直接进去以后 除非到达终点以后 才会把它拆掉 过程中就这么一台机子 这个产业距离带来的问题 就是一件设备 要适应所有的地层 由于华南地区地下沿层比较复杂 对于顿垢施工来说 会有很大的难度 那么狮子洋隧道的施工 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这是狮子洋路口的地方 那么狮子洋路口呢 它是有地面 然后逐步逐步地往下走 那么我们现在沾的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就是广盛港高铁的 它与地面平齐的地方 它现在这是一个重坡 看到前面是一个桥 它的桥梁啊 它接着过去 接着过去就是一段路基 路基然后建成隧道 它这个整个的是一个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重坡 一个重坡 重向的一个坡度 这个重向坡度的按照规范 我们现在是选用的是 千分之二式的一个重坡 然后直接往下 下下去 设计施工中 对于高铁列车运行线路的坡度 有着严格的要求 隧道的进出口 设置了千分之二式的坡度 也就是一千米的长度 下降至二十米的高度 通过这样的缓坡 一直下降到 底下六十米 它都是从那个头 从地面上 要慢慢地往下砖 要是要砖到羊底下 然后再慢慢地滑出来 那么也就是说 它这个隧道 除了我在下面的转眼阵 它两头 它从地表往下砖的时候 都砖的是那些软头 都是地层都是非常差的 那些沙呀 淤泥呀 这种地层 然后穿下去以后 然后它又 因为这个隧道的 它的纸巾比较大 就接近十一米 所以它又慢慢地 穿了个隧道 下面是石头 上面是沙淤泥 然后慢慢走慢慢走 才走到全部纪念的人 就慢慢慢慢走 然后像这样 类似的再反过来 所以就导致了 我这个隧道 从头到尾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过程啊 它是这个地质 它是非常复杂 施工刚刚开始 东东隧道就要穿越 只有三百三十米宽的 小虎丽水道 这段水道水深七米 隧道顶端去水底 近七至九米 并且全部为淤泥 这是被专家们定论为 不可接受的风险的地段 然而 经过精心技术准备的建设者们 首台顿构机 就创造了一项项新纪录 2008年4月16日至5月11日 仅用26天时间 就顺利通过了全线最大风险点 小虎丽水道 始发两个月后 右线一口气推进了800米 取得了日推进十环 越绝近400米的好成绩 成功穿越了深水 淤泥 浅覆盖等诸多风险点 狮子羊的地下岩层 包含了第四系吐层 全风化机岩 强风化机岩 弱风化机岩 在这样复杂的地质条件下 会对顿构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般咱们钻头都是合金的 我们顿构机这个刀盘也是合金的 而且在这个狮子羊那个隧道 整个地层的情况下 包含了大量的强风化 中风化 还有包括一些卵石地层 还有一些粘土地层 这个地层是属于一个明显的 一个软硬不均地层 它不是类似于这种 顿过最好的决定的地层 它其实就是说这个地层是单一的 你硬 你全硬 你软 你全软 怕遇见的是那种上软下硬 或者左软右硬 或者硬软交替 很快的这种地层 这就导致我们对这个 顿过机这个刀盘 有个很好的设计 我们是采用的是 就是符合式这个刀盘 也配了滚刀 也有配到刮刀 这个刀具的话可能就专业性了 就是跟你香牙一样 你的牙坏了 给你把这个牙齿 要把它香上 要把它更换掉 其实这个更换 更换这个顿过机上面 这些牙齿的这个过程 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因为我顿过机这个刀盘 是完全跟地层 是密贴在地层里面钻着的 你从外界是看不到的 我们要靠这个人工 通过一个舱去进去的 就像从外界进到你的嘴里面去 要把你的牙拔掉 然后再给你香上牙 咱们这个过程 在咱们医学上来说很简单 但是对我们这个顿过时空来说 非常困难 就是因为实际上的地质非常复杂 导致我们这个刀具磨损得很严重 一些偏磨的就是把 就是说你磕吃牙吃东西 碰见这个硬的东西了 就是把牙磕了 一颗整牙磕了个半截 我们就得把那个牙齿也得换掉 然后有些东西 你嚼这个冷的酸的 这个糖的这个东西 把你的牙逐渐腐蚀掉了 坏了 我们这个 也类似于我们刀盘上这些刀具 就逐步的这个刀盘上的刀具 就是被这些海水 还有一些软地层 刹那式地层把它磨小了 这个也需要更换 狮子羊隧道施工中 所使用的顿垢机 是一种泥水平衡顿垢机 在深入地下绝坚持 顿垢机是怎样保持 挖掘的隧道断面 不垮它呢 因为你越深 这个隧道里面施工的压力越大 一定要控制好 你的这个压力的平衡 因为你把这个土 整个它土原来是一个原状土 它是很稳定的 你把它吃掉一块 它原状土就缺了一个窟窿 缺了一个窟窿 它这个 你把这个吃坏以后 它这个就要往下倒 所以你这个 把这块土吃下去以后 你得有个东西 得把它这个置换 把它顶上去 所以你这个越往下走 越深的话 它这种压力越大 你要保证这个顿垢机上 耗费一些很大的一些材料 耗费这个泥浆 通过这个甲气 通过这个压力的转换 你要把这部分土 不让它倒 你就把这部分 我们顿垢机上 用泥浆建立一个泥膜 然后用泥膜这个水位 把它一个高度 把它拍上去 然后拿刀盘给它顶上去 这样就保证 它这个 你吃了它一部分 它不会往下轻浮 我就可以正常地一个 往前就慢慢磨着它 往前走 这么一个过程 这种泥水平衡 顿垢机的刀具 并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去更换的 更换刀具的人员 还需要进行专业的潜水培训 取得合格证后 才能去更换刀具 这是为什么呢 更换的这个风险非常大 有些这个地层 因为我们这是在 深的地方 在最深的地方 五六十米的地下深度的话 要经常去更换这个刀具的话 要带牙经常管道 就是人要夹着压 就是相当于 类似于在这个水下 二三十米的这个位置 一般人喜欢游泳的人 潜水潜到这个三五米 感觉凶闷 非常感觉这个浑身非常难受 但是我们相当于在 经常换道和带牙经常换道 也在 在水下二三十米的位置 要潜到水下二三十米的位置 而且要在二三十米的位置里面 要进行大量的劳力工作 那它那个刀盘那个刀具 它不是简简单单就是 一个卡口装上去 它是要靠螺栓 一颗一颗靠人工 一点一点把它拧紧拧上去 你得保证你牙向上去以后 你牙的根基是笨的 你别刚把牙向上 你要刚这里嚼东西的 一嚼嘎嘣又掉了 它不会就类似于这么一个 这个情形了 在隧道施工中 尤其是水下隧道 防止地下水渗透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不处理好 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这种水压大了以后 就是这个水压大的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 就是考验是什么 就是可能 就是你比方说 如果说水压小的话 哪里有一点瑕疵 表现不出来 但是在60米的水压下 哪里任何一个细小的瑕疵 都会给你放大 你在这里面 就像咱们的潜水艇一样 在60米水压下 哪里有一点点有问题 这都是致命的 我在现场碰到的就是 真正是见过40米的水头 就是先开一个孔 看看里面水怎么样 因为通过各种柱江 反复的柱江 全断面的柱江 反复的柱江以后 看看是这个 就是柱江的水压 是个什么样子 亲眼见过 刚打了一个孔 刚开始没事 慢慢的40米的水头 40米的水头 就是这个最大的 内径是9米8 从这边到那边 这个水压吃到那边以后 还能看到那边 就是整个水 水的压力 对它的一些作用 为了防止隧道内渗水 管片的安装就尤为重要 顿垢机在绝线的同时 就在后部开始安装管片 狮子洋隧道所使用的管片 也是经过特殊设计的 它就是永久的结构 它就是把这个地层里面的 涂压力 水压力等等 都要把它能够抵抗住 另外一个就是防水 管片因为整个的 接缝的防水 就是你看这一个一个 都是有缝 里面有这个 三原一笔的 就是有这个香蕉条 有预水膨胀的 这些就是说的东西 把它通过压进以后 是水不能够进来 就是即使是40米的水 水头 它也从这个结缝出不来 这个管片 它的结果 它就是要受压 它受不了拉 它就是外面的土 土体把它压住以后 它的结构 是个围定的结构 顿垢管片 是顿垢施工的主要装配构建 是隧道的最内层屏障 承担着抵抗土层压力 地下水压力 以及一些恶输恶载的作用 然而这条隧道 是按照时速350天米来设计的 如果列车频繁地从这里经过 那么列车产生的震动 会导致地基发生沉降 这对高速列车的运行安全 产生严重后果 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采取了一些 创新的一些结构 创新的结构 因为它的管片 登个隧道 大家都知道 都是一块块拼起来的 都是一块块拼起来的 那么对于这个 我为了增加它那个列车 运行的那种 不均匀的那种沉降 防止它的沉降 就是这里沉那里没沉 那么就成成一个突变了 高速列车运行 那是绝对未允许的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们为了介绍 这个不均匀的沉降 我们采取的是 一个叫做空间化的结构 就是说我把管片 把碎底的填充结构 然后相应的一些内衬 全部做成一个相互连接 然后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 那么它共同去承受 这个结构的这个核在 防止它不均匀的沉降 由于狮子杨碎到的修建 是从两端 由四台钝构机相向绝境 最终在狮子杨底相遇贯通 可是全程的施工 都是在地下进行 那么施工人员 是怎样辨别方向 让两边的隧道 主确对接呢 地下的车辆 它是用那个极光 跟踪去做 决心多少 然后极光地去打一次霸 最终我们有一个 贯通的误差 有一个对车的一个 有一个 最终两个 我们是两个刀盘 跟两个刀盘最终对起来 两个刀盘在那边对接起来的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中间的这个误差 平面误差 像这个方向的误差 是28.9 这个下面就是 18毫米左右 这个是28毫米左右 也就是说 从这个10公里的地方 然后打过来 就相当于 类似这个百米穿飞镖 对吧 对对对 这个非常难 你要能够把它刚好 它因为这么大个刀盘 只有二十几毫米 十几毫米的误差 这非常非常的困难 2011年3月12日 已经三年多的施工建设 狮子羊隧道全线贯通 建设设计和科研部门 联合展开公关 先后攻克了 高水压强渗透地质条件下 绝建机水中带压跟换刀具 等多项世界性的技术难题 成功传越深水 淤泥和超浅埋地段 实现了顿购机的 水下精确对接 关通的时候 那个关通的时候 因为它两个之间贯通 之间的话 第一台机子已经先停在那里了 然后这一台机子 对接上去的时候 当时它是绝绝绝 突然碰了一下 撞击 这个刀盘 撞击这个刀盘 一撞击 然后这边的机子就停了 自动锁定保护 我们就知道对接上了 然后开舱进去 非常兴奋 那么长时间 终于我们能够顺利地贯通 这个非常不容易 直径超过11米的巨型炖构机 在水下60米深处的精确对接 标志着我国 长距离水下铁路隧道的施工和科研 取得了重大突破 这座隧道的多项世界性技术难题 全部破解 填补了我国 泥水加压 平衡顿购机施工的 多项 技术空白 磁浮列车升级了 通过对原有关键技术的创新 成为了世界狩猎短定子直线电机 快速磁浮列车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给磁浮列车提速